我們昨天講的是 你要去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必須注意的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對方是不是夠誠心 一個就是對方是不是夠專業 那另外一個顛倒過來是什麼呢 顛倒過來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別人來找你合作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其實像我在網路上 已經有做很多教學 然後教材 還有一些學生學員 所以在網路上 其實已經很多人認識我 所以常常會有人 會跑來跟我說 乃爸我要跟你合作一個東西 那其實 我要先聲明 就是我並不會刻意去拒絕 你要跟我合作的這件事情 但是呢我大部分 事實上我大部分都是拒絕的 大部分都拒絕的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不可能每天在那邊 等著你來跟我合作對不對 我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即使沒有人跟我合作 我還是很忙 忙著在做自己的東西 譬如說我在做我的教材 我在錄我的影片 那你也知道錄影片這個東西 你要去剪接嘛 這個很花時間 這個東西我是不外包的 我都是自己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喜歡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喜歡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寧可自己做 那第二個呢就是因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沒有充足的自我介紹 你沒有充足的自我介紹 那我根本無從得知你到底是誰 我無從得知你到底是誰 等於說 我在明你在按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很多東西 我會公開在網路上 讓你知道 讓你信任我吧 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 你沒有公開在網路上 我根本不曉得你是誰 那你就突然丟個訊息給我說 我有個東西 這個合作案不錯 我要找你合作 這個 因為 我不曉得你是誰 然後 你也不是由某一個我認識的人 轉介紹的 所以我們中間根本沒有link 沒有任何的連結 沒有任何的信任關係 那你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敢跟我合作嗎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會怎麼選擇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故意要去拒絕 跟誰的合作關係 但是 你至少要跟我認識 好一段時間吧 我們才有辦法合作嗎 對不對 那 這個是 我 我目前 也有很多人 他們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 別人找你合作的時候 你到底該拒絕還是該接受 基本上 很容易 很容易做決定 就是 不夠熟的 不夠熟的 我沒有辦法跟你合作 然後 你不是由我很熟的朋友 轉介紹的 我也沒辦法跟你合作 即使你的idea 再怎麼放 但是 就我之前講的嘛 你是不是 夠誠信 這件事情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評估 第二件事情 你是不是夠專業 我也完全沒有辦法去評估 那這兩個重點 完全沒有辦法去評估的狀態下 我怎麼去跟你合作 所以如果 你要跟我談合作 那 至少你要滿足這兩點 想辦法透過中間人 因為 有那個 六代理論 六度空間理論 你 你跟某一個你想要去認識的人 中間 頂多就隔六個人 頂多就隔六個人 那這六個人 你必須去找到這些關聯性 那我們才有辦法透過這六個人去建立信任感 那還有一個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在臉書上面 如果說在臉書上面 我們互加好友 然後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中間有哪些共同朋友 那哪些共同朋友 是我們彼此都非常信任的 那我當然就可以知道 這個人口碑不錯啊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人去了解你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有可能做進一步的 更深入的認識 對不對 所以 在網路上 在實體世界 在實體世界 我們透過口碑的介紹 這個是很棒 很容易的 像我在B&I 透過口碑的介紹 只要 某一個 我們的會員告訴我 某某某是做什麼的 他在這部分很專業 那我當然就 OK 好 第一層信任關係達成了 再來就是他真的 是不是夠專業 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去判斷出來 因為有實體的朋友 那在網路上 沒有辦法達到這件事 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自我行銷很重要的觀念 自我行銷很重要的觀念 在你還沒看到我之前 你還沒看到我的本人之前 你就已經敢 花錢跟我買東西 我很感謝你 那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你敢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敢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都還沒有實際見過面 你就趕快花錢在我身上 那是因為我做了哪些東西 讓你看見 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相反的 如果你希望我跟你 我也能夠信任你 那你也要做跟我一樣的事情 你也要做跟我一樣的事情 最簡單是什麼 你有沒有自己的部落格 有沒有自己的網站 自己的官方網站 你有沒有自己的詳細的自我介紹 要PO在網路上 讓任何人都可以去檢視 那當然如果你有一些很隱私的東西 不方便PO 那當然另當別論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適合 在網路上曝光的人 你就適合做什麼 你適合去透過中間人去做轉介紹 透過中間人去做轉介紹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 去達到彼此信任 然後知道你的誠信關係 知道你的專業能力 才有可能 這樣才有可能促成兩個人的合作關係 謝謝你 這是幾個月之節 你會隨著作 Empire 可以叫我個字 要我帶進一個空階 在深夜的小階 我可以看到你 是個月之餘 一旅餘 我可以自身的 Rea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